咦,我怎么又回到斑斑幼儿园了 好家伙,这地上还躺着一个绿菜头斑斑 他这是怎么了 我记得在我绝带象斑斑的时候 他还跑出来想抓悟空 他好像是被头顶的石块给砸死的 不管怎么说,解决掉一个麻烦就好 这边箱子里有一把枪 先拿上防身,我再去前面看看 在斑斑幼儿园中,我们遇到了好多斑斑 有些像是被控制了会疯狂攻击我们 有些会帮助我们 那到底谁才是幕后boss呢 我也分不清楚 前面有一扇门,进去看看 哇,这里好漂亮 等等,笼子里怎么还关了一只鸟 不,我会带走你的 请不要探索了 那笼子掉下来了 不好,是红色斑斑 他在干什么 我的天,这双头快被激活了 你,你别过来 别想偷走我们的鸟 快出去,不然 我们会把你吃掉 我走我走,别追我了 赶紧往生命跑 他们体型参加生不来 因为太一家人了吧 别和我那么近 前面有个红色按钮 按下去,会有斑斑来帮你 红色的按钮,是那个吗 赶紧过去 啊,又有什么东西扎下来 管啊,扎一扎鸟 不,你们一个也别想他 哇塞,果然又帮手出来了 快一双斑斑,他在帮我制服双头快 太好了,打他打他 打到了双头快 他还帮我制下来小鸟斑斑 一双斑斑干得漂亮 没想到你救人还有一套 快来,我们要快点离开这 算我一跳,这是什么铁头工 居然还能撞开墙,不过好在能离开这里了 我们快走吧 他又来了,你快走 找大象斑斑,他会带你逃出去 完了,双头快抱走了 我算比刚刚还要厉害 那象斑斑你在哪,不出来帮我呀 救命,救命 关键时刻还得看我 大象斑斑,你从哪抱上来的 他直接拖着我就跑,来的可真及时 差点我就小鸟不保了 不要让我再找到你 前面有个坑,我过不去 下面的路就看你了 大象慢慢直接把我扔到了对面 然后就不见了 我只能继续独自探索 希望不要再遇到什么危险 这边出现了任务 收集了一个黄色带影珠子 去到上面离开这里 收集点珠子,这个简单 地上这么多,我直接捡过就好了 不过要小心 这里也有只怪物在阻拦我们 好在他的势力不太好 不然还真不好解决 可算收集够了 门被打开了,可以从这里出去 没想到,你没有被我控制的双面人打败 可不,红色带带果然是你搞的鬼 他撬 我的妈呀,怎么突然变成了这么多红色带带 他们朝我冲过来了,快跑呀 救命啊,别打我了 我只是来这里玩的 打开门,快跑 这里也有只带带 刚才的红色带带本体不在这里 他一直被控制了 他也可以控制别的带带 学技术 请保护 学技术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